再來看到的則是男神彭于燕 他每一年的電影產量都蠻高的 那麼今年呢 他除了接演導演許安華所指導的 明月幾十有 之後還有一部電影叫做悟空傳 兩部電影都在暑假要強打 等於是要自己跟自己對打囉 這一次你的任務就是救人 帥氣男神彭于燕在新片明月幾十有中 飾演劉黑仔 化身香港淪陷抗戰期間 史上最傳奇的神槍手 我會盡快上校面回報 由許安華指導的大陸戰爭劇情片 跟周迅 霍建華搭檔主演 是港九短槍隊的隊長 主要他的任務就是保護 那個時候的文人離開香港 所以他的任務第一就是救人 要保護人 巧的是同時期 彭于燕還有另外一部牆片要接著上 整張臉黏滿毛髮還畫上特效妝容 不說你可能看不出來他就是彭于燕 電影《悟空傳》改編自同名現代小說 彭于燕變成新一代美猴王 跟男生余文樂共同主演 彭于燕堪稱高產量演員 每年暑假都有兩到三部電影上映 從去年的寒戰2和圍城 再來2015年的破風 從票房口碑都衝出亮眼成績 今年也不例外 7月兩部片前後在台上映 形成自己打自己的局面 也看得出來他的超人氣 TVB的新聞 崔仲全靈指揮綜合報導